这位名叫安妮的大麦女教师 是长熟高等专科学校聘请的第一位外籍教师 在长达四年的英语教学中 安妮已和志尔结下了不解之远 1991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旅游 待了两星期觉得这才是我的家 我想来此工作 爱的基金会呢也需要英语老师 我为什么不来呢 于是我申请得到了这份工作 94年呢我来到这儿 虽说是文化背景决然不同 但事实上我需要做的调整不是很多 游戏东西呢我早就知道 游戏东西我也是愿意放弃的 安妮教课很生动呢 能充分调动同学的积极性 能抓住你的兴趣 而且我们也蛮喜欢她的 所以上她的课本也蛮喜欢 在安妮面前她好像就把我们当朋友一样的 一点都不拘束的 不像我们的老师 安妮的一个观点是 生活和教学是可以相互渗入的 在这样宽松的场合里 无拘无束的交流 不也有一份收益吗 这堂英语绘画课 她借助音乐来介绍英国文化 这位在丹麦已有12年教龄 会教英语德语丹麦语等多种语言课的女教师 很善于抓学生的兴趣点 她认为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听说能力 大胆用英语交际 来了以后 讲英语的气氛在我们戏里就跟胡耀兰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她是AZ人 把AZ的文化也带过来了 这样呢 就更有利培养我们老师跟学生 对良中业的本乎差异的敏感性 应该说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教学思想 带来一些教学方法的这种新的这种尝试 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 她虽然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但她很努力地把这些新的东西 怎么样适合于我们学生的需要 她与同事一起撰写的教研论文 交际英语教学 发表在苏州大学的大学论坛上 她参与了英语系所承担的国家教委的一个教研项目 这是她与项目组成员在东吴外国语师范学校的课堂上 在中国 每位老师都会把创出新的教学成就 获得社会承认 当作为一份成功的体验 无疑安妮已体验到了这份快乐 我在这儿很受欢迎 学生们接受我 同事们也接受我 让我感到温暖 感到精神上的满足 也许有的人会感觉到自己被隔离 但我没有 抬掉成就感 我觉得这些学生 从前从未跟外局教师接触 现在能很自如地跟外国老师用英语交流 看着他们一步步地提高 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这是我能体会到一种成就感 很多时候 安妮喜欢自己买菜 自己做饭 菜场就在学校附近 安妮在这儿的人员也不错 好久不来的话 人们还会惦记着询问 他用患kraft 大匂 你呢 嗨 Zust 其实最好的 卖ош 脖水 在一只是 是 能不能 是 我 Erfahr 安妮在這座小城中有很多朋友, 她了解不少常屬長顧, 許多生活習慣也受到影響。 安妮在這座小城中有很多朋友, 她了解不少常屬長顧, 許多生活習慣也受到影響。 比如,喝上了這當地人特別喜愛的魚山綠茶。 愛德基金會駐香港辦事處的一位負責人, 曾做過這樣的評價。 她說,安妮是我所見到的和中國生活融合的最好的一位。 你,喝一點,一下也好。 喝一點,喝一點。 放得好又好,哎呦! 沒有喝喝你的。 老實就喝了。 你說你的幾幾天,我不要一、一言。 就變簡單。 老實說,你生活上升了, 你來來忙幾個, 才是孩子。 老师,你一天有没有帮回这个馆餐,你有没有帮得这么好呀? 我,他以前帮过的呀。 你也帮过来? 跟我搬那个,搞工的时候,帮过一遍。 他说比较求啊? 不敢的。 那个我不是去银哇。 不是宙了。 那什么,我说,要不给你开,就是。 哈哈哈. 我去银 ح打个刀! 这个银。 真是银,是银,是银,银,银. 这个银,银。 就是银,银,银,银。 银……银。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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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 外語系各種各樣的業餘文體活動,總不忘邀請安妮來祝幸。 你替我去報告王。 他們自由奏外界。 全國人的世界。 沒有今天, без Mick文聽的。 我聽到的有些人物。 非常有趣 我认为你做得非常好 我有一个梦 它不是很简单 它是很简单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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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firm 新千年 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时候最快乐 我想我的学生做到了 我所希望做到的 学生在学习上 不但进步 考出了很好的成绩 还有呢 师生们到我家一起 谈论各种话题 还有许多朋友晚会 和一起做的有趣的事 我都感到很快乐 在学生的陪同下 这个星期六 安妮上街办了好多事 抵不住琳琅满目的诱惑 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赏 也留下一份 对这个小城的追忆 安妮挑选着自己喜欢 学生们也喜欢的CD 今天的老板都说 给了他优惠价 高兴之余 他顺便去逛了一下 古城区的方塔公园 对这座南宋时期的古塔 安妮并不陌生 她不止一次地 逛过常熟所有的名胜古迹 当然了 对这些明清时代的悲客 安妮还有一个了解 和吸收的过场 干什么事都讲究计划性的安妮 今天买这些食品回家 犒劳谁呢 这个迷在晚上的周末聚会上 被解开了 安妮并不陌生 去年,他内心经历了一次极大的矛盾,一方面他不想因病离开高专,离开常熟,另一方面又深怕自己挺不住会影响和耽误学生, 婴儿急得暗自哭泣,不过他可从没在陪同他去就医的老师面前掉过泪,他只是一意坚持上课,也许是信念和意志使他战胜的疾病。 今年春天,当他或知自己留下来继续任教的申请得到批准时,内心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我大声地叫海,非常高兴,然后呢,买了一瓶红葡萄酒,跟Jane一起喝了,这是我的家,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呢,我对他们说,中国是我的家。 当我离开中国回到丹麦的时候呢,我是回到我的祖国去。 负责照顾安妮生活的工友,给我们透露了一个细节。 去年,安妮在离开长熟的那个晚上,她依依不舍,把收拾行李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半夜,才开始打包。 我一年回一次丹麦,待一个月,凡是在丹麦听过我假期讲座的人呢,都知道,在遥远的中国,有座叫长熟的城市,都知道长熟高专,这所学校。 我对他们说,闹得人很友好,花费便宜,投资也很便利。 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会把长熟当作永久的工作地吗?我想我会的。 是,大家的。 ,还有小弟弟。 ako有,像是,人家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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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與家人保持聯繫,更為了教學上的需要, 安妮從長遠考慮買了這台多媒體。 在這台電腦上,安妮給每個學生做了檔案, 不少學習資料都是她自己出錢買的, 為準備和打印這些材料經常要熬到深夜。 到教堂坐禮拜,需要騎二十分鐘自行車, 但對這兩位虔誠的基督徒來說, 每隔一段時間上這兒來,是心靈的又一種需要。 長熟這座城市不是特別大, 它擁有所有的一切,它美麗乾淨發達又方便。 剛來的時候呢,街道在現在呢,路突寬了,又造了很多高樓。 只是我個人認為呢,作為一個很有名的古城, 在建設的時候更要注意保留一些東西。 您會對將來的外籍教師提起什麼建議呢?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你要用眼睛用經驗去觀察,不要記一下急愣。 還有一個呢,是謙虛,你應該樂意做一些調整。 長熟外國語學校每年舉辦外語節,都請安妮當嘉賓。 當地政府每年的國慶招待會,安妮總被安排在顯耀的位置。 學期結束了,安妮班上的學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不是我的弟弟,他是我的哥哥。 啊阿嬤。 阿嬤。 阿嬤。 馬上唯中。 馬上唯中。 它們是在很方便。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